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迷哥大叔 這間家家鄉鍋貼,位在這個永和區 在當地是非常知名的鍋貼專賣店 然後上面是寫永和本店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那就是這間店側面的招牌 然後這間鍋貼店是曾經上過很多電視雜誌報導的 然後標榜的是他們鍋貼,就是大鍋貼 好,那可以看到他們販賣的手法 現在已經變成說就是用機器的喔 好,那這家店的生意非常的好 那我就要趕快找空檔來拍喔 好,那現點現做的喔 然後機器有兩台 好,那小小的店內就有這個精緻招牌的獎項 然後得過很多這個獎盃喔 然後店內的話用餐具大概只能做個二十幾個人喔 其實店是蠻小的喔 好,那這邊還有很多報章雜誌的報導喔 好,這樣 好,這樣 然後這就有寫價錢喔 招牌國際時隔七十 然後酸辣湯一碗三十五 好,那... 好,那... 這個要怎麼點呢 帶著內用 就10顆跟孫拉湯 一碗,內用 麻煩你,謝謝 好,謝謝 好,那還不錯喔 還會發票跟早鈴這樣 好,那店內就是非常的忙喔 好,那我這個單子 沒有,他找一桌架 找一桌架,好,了解 好,那現在是在用餐時間喔 所以就一直會不停的煎不停的煎這樣喔 那一共有兩個煎台喔 那... 右邊跟左邊都有 痾... 這家在永和是名店喔 但是我很少來吃喔 所以今天是特地來吃的喔 那用餐時間的話就像這樣人潮洶湧喔 好,那這個就是他們上過電視的鍋貼喔 我記得以前鍋貼好像比較大喔 那現在可能是... 呃... 調整了這個產品吧 看起來比之前小一點 嗯...他就長這樣喔 好,那這一個已經肉餡已經露出來了 應該是酒黃的 好,那現在就吃吃看喔 呃...感覺是還不錯啦 呃...餐煎的東西就會比較好吃喔 然後下面的話 不好意思喔 現在喉嚨有點沙啞 然後上面皮蠻柔軟 然後下面就煎得蠻酥黃 呃...蠻香酥的喔 香...就是脆脆的這樣 應該算是煎得恰恰的啦 這樣喔 所以口味還可以 然後把它拆開來內餡就長這樣喔 那就是豬肉餡加上酒黃喔 那就是豬肉餡加上酒黃喔 好像還有一點粉在裡面喔 加了一點粉啦喔 呃...不過老實說 鍋貼吃起來的味道都差不多啦 這樣,那應該看得很清楚喔 但是家電是... 曾經上過電視報章雜誌的喔 所以蠻有名的 口味就是也...還可以啦 然後肉餡就吃起來是那種醬油口味 然後甘甜甘甜 然後我沒有點很多啦 只有點10顆 那我覺得它的分數是... 78分 那它旁邊還有這個辣椒跟醬油膏啦 那我就沾一點醬來吃吃看 這樣,煎得還有點焦 其實我鍋貼是比較喜歡吃原味的喔 那還是78分 那就是底下酥酥的喔 然後上皮這樣軟軟的 然後裡面的豬肉餡就是 鹹甜鹹甜的口味喔 然後酒黃的口味 然後肉餡就是裡面有點粉粉的喔 這樣應該看得很清楚啦 這個是沾上醬汁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才一下下 現在變大排隊了 所以真的算是名店喔 好,再一下它的蒜辣湯喔 料算還蠻豐富的啦 就是有看到有木耳筍絲啊 應該有肉絲吧 目前還沒看到 豬血 勾芡還蠻濃的喔 還有豆腐這些 那就試試看 調味其實還蠻輕的喔 其實這個多加一些黑醋會比較好喝喔 看看有沒有黑醋喔 算了,那店家生意很忙 然後又沒看到黑醋 那調味它是走安全路線喔 就是有一點點酸而已 所以你要吃的要酸一點的話 就要自己再加喔 輕輕的酸這樣 料很豐富這樣 沒看到肉絲的 奇怪 應該照理講也要豬肉絲喔 目前這樣喝的口感 我會給它也是78份 那味道的話就算是 中規中矩啦 只能這樣講 中規中矩 湯底裡面好像有一點柴魚的味道 好像喔 嗯 好那 我確定在講 雖然很 很淡啦 但是還喝的出來 然後這個就是一點點的柴魚片喔 有點甜甜的口味 這樣子的 酸辣湯 料還算豐富喔 一般都會點一碗配著吃啦 那大致上就是這樣了 算是有自己風格口味的酸辣湯 那最後這是這一間店的名片啦 永和家家鄉鍋貼專賣店 然後創立於這個1988年 那地址在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一段114號 好那這個是名片的背面喔 那個人覺得這邊的鍋貼就是 比一般的再好吃一些啦 然後生意很好 可以來嘗鮮看看啦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拜拜